輸出的結果你會發現這個輸出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面其實基本上 就是輸出什麼其實就輸出我們之前的公式 也就是說以後如果你要搭配那個VBA的話 如果你本身已經有寫了一個公式 其實你就可以這樣把它搭進來 那一欄一欄 如果你有很多欄你就一欄寫一行程式 第二欄第三欄 那就可以很快的可以把 大量你每天做的事情就直接做輸出了 你就不需要再重新下一次公式 你就把舊資料把它什麼清掉 重新再來就做按鈕就可以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不過你同意會想說 老師可是我如果今天我不希望說 這個輸出裡面得到的是這個上面的公式 因為這個感覺好像就是 我們如果本來已經有做公式才可以 但是我如果沒有這個公式 我希望全部都是用VBA的方式來處理 也就是說輸出結果看到的就是 只是最後的手機號碼 那我應該怎麼做 所以特別注意喔 再來的話我們來換一個方法 所以這裡的話請你稍微改一下 名稱稍微改一下 這個叫門號公式好了 也就輸出的是輸出公式 所以我們為了有別於那個後面的那個練習 請你把那個第一個SUB的名稱改成叫門號公式 那再來的話我們另外再起一個 我直接就輸出門號 所以我就再來一個名稱叫做 你看再偷懶一下 SUB門號 記得這個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我故意把上面這個改成叫門號公式 然後這邊ENTER它就可以了 好那這樣的話就有一個門號 那接下來的話 底下寫的程式其實大部分都一樣 所以偷懶一下把這個拿過來 因為我基本先把它清掉 我們剛剛是丟輸出公式 不過如果今天後面這個公式 假如我不要輸出了 所以你把它delete掉 我要輸出的是什麼 比較像是我直接在跟之前那個在 eSale裡面下公式有點像 我要輸出的是09 然後呢 AND AND什麼呢 接下來我要抓的是應該是 這個東西 09 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 我要怎麼把這個11的資料帶到這邊來 很簡單 其實你只要跟他講說 那個儲存格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最簡單的方法 把前面的複製一下 這邊改成F 有沒有09 把那個 這個的資料幫我放過來 然後跟09串在一起 那所以呢 假設後面公式還沒打完沒關係 你可以直接怎麼樣 先執行看看 也這邊出來 有沒有 有沒有 0911 可是你想說不是有0嗎 特別是因為呢 在eSale裡面 在eSale裡面 如果全部都數字的話 數字沒有0開頭的啦 除非說什麼 除非說我們後面 可以再AND一個什麼 AND一個-的符號 有沒有 如果有-的符號呢 那表示他不是全部都數字 那會輸出呢 你會發現 0就跳出來了 有沒有 OK 那後面呢 假如說我要再把84串到後面的話 那當然一樣 AND 空一個AND 記得AND前後一定要有空白 AND的話呢 跟他講說 這個儲存格 那他其實跟F差在哪裡 就是把那個 欄名改一下 所以其實有個偷懶的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Sales有沒有 再複製過來 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區就可以了 有沒有 那輸出看看 842836 可是問題來了 少個0 那0怎麼辦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我們前面是用TEST函數 可是在VPA裡面用的函數 跟在ECEL裡面用的函數 其實是不一樣的 就是各自用各自的函數 雖然有些部分名稱是一樣的 但是不完全相通 也就是各自用各自的 那在VPA裡面 那在VPA裡面 有沒有類似像 那個ECEL裡面的TEST函數呢 有 而且幾乎一模一樣 只是名稱換了 它的名稱 就由什麼 由TEST改成叫Format 我是覺得這個Format的名稱 比較好像比較接近 這個函數應該有的名稱 為什麼 因為TEST是文字耶 它其實應該是叫格式化 Format 所以 如果我們要用VPA裡面的函數的話 那我只需要在哪裡呢 在這個區域 Sales ID的這個區域的外面 給它一個函數叫Format 所以在外面打一個Format 格式化 然後錢瓜糊 也就是說 把這個 這個什麼呢 居欄的資料 把它格式化在 在這個裡面 就是把這個資料 先84怎麼樣 先放到這裡面來 然後由它幫你格式化成 084再做輸出 那要怎麼樣格式化成084 其實跟那個TEST蠻像的 它必須多一個參數 什麼參數 逗點 什麼呢 TEST的後面是三個0 這邊一樣 0 0 0 那記得前後要加雙以後 然後後刮弧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本來84的資料 本來是兩碼對不對 那如果我要把它變三碼的話 很簡單 Format 然後呢 前後 就是後面再加上一個 0 0 0 3碼 把它串在這邊輸出給各位看一下 當然你會發現我這邊打小血 如果移開你會發現這邊會變大血 那表示你應該沒打錯字 所以有的時候我都打小血 移開看看 如果移開它會變手字大血 那表示你是沒打錯程式的 好啊 仔細看一下 欸 有沒有 這邊都變084了 所以呢 後面呢 假如莫瑪的部分的話 那應該是H嘛 所以喔 其實這個公式 後面的程式呢 其實也雷同 你可以從哪裡呢 從AND- 因為也是要AND- 然後呢 到Format這邊 這一段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這邊 貼上就可以了 只需要改一個地方 改哪裡呢 本來是 X區嘛 改成H不就好了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程式呢 就大功告成 我們來看一下資金 這樣就OK了 那你想說 欸 老師那跟剛剛有什麼不一樣 跟各位講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現在我游標呢 是放在F2裡面 F2裡面呢 欸 放的是什麼 最後的結果 有沒有 就電話號碼 那如果我剛剛用那個門號輸出的話 這個喔 欸 裡面放的是什麼 就是一個公式 有沒有 所以啦 這兩個方法其實都是執行VBA 但是最大的差別 其實你們也可以比較一下 如果你資料一多的時候喔 哪一個會比較佔空間 這個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只是什麼 輸出最後的手機號碼 但是呢 如果你用這個的話 它輸出的是一串公式 光字數上面喔 哪一個比較少 下面這個比較少吧 OK 所以喔 下面這個方法喔 它的好處是 將來你存檔的時候喔 檔案會比較小 第二個的話呢 執行效率也會比較快 OK 但是它缺點是什麼 缺點是說 你就變成 如果你 完全沒寫過那個VBA程式的話 但是這個難度會相對比上面來的高 因為上面其實只需要什麼 把Excel的公式丟進來就可以了 好 那請各位 试試看 我把重點再 跟各位再回顧一下 一 我是直接把上面這個門號 改成門號公式 然後呢 把這個Sub門號呢 複製一個 在這裡 Enter 其實這邊公式 也可以把它整個複製過來 改哪個地方 這個地方刪掉 改下面這個 09 有沒有 然後 再來其實 就是自己去取什麼 取上面的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 我這個09是自己打的 然後再取這個 這個是怎麼稱呼呢 就是Sales I列的F欄 那這個的話呢 就Sales I列的G欄 那因為它將來要變成3碼 所以就是用Format 去豆點補 0003碼 那輸出就變成084 那後面的話呢 這個其實就是拿前面的複製 改一個H就好了 OK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吧 所以盡量啊 你就是先理解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再熟練它 OK我是建議你 多多去找 就是先把這個程式打出來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找找看有沒有身邊上班的時候 有沒有類似的東西 如果有的話你每天都練習啦 我相信你大概一段時間之後 這些都已經滾瓜爛手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這個程式應該雲端上也有 OK 好了畫面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了畫面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